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部分是听力 就是我们的韩国语能力测试的听力 初级部分 初级部分当中我们今天要看一下第13回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 一起来看题 第一个 是这样的一个要求 他说什么呢 是听下列的对话 然后和什么呀 和这个boogie也就是例句一样 请挑选出这些单词发音正确的一项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 他把这个正确答案已经写到这个空号里面了 其实我们在看boogie的时候 他会把正确答案告诉你的 那么这样的话 是这样的一个题 那么来看一下 读一下他的发音吧 首先第一个 是这样的一个题 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 也就是说这个boogie呢 我们在真正考试的时候 不看也罢 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题 如果说大家经常看我们的 这个讲解的话 大家可以知道 听例题大概的 大概的这个类型都是一样的 都是没有变化的 那这样的话呢 像这个boogie 我还是劝告大家 不看也罢 那么在看这个boogie的时候 我们要看什么呀 我们要看下面的 也就是说第一题的这些选项了 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听这个听例 是有帮助的 第一个单词是什么呀 第二个 那么看一下 他到底喜欢什么呢 那这样的话正确答案是 重答文三本입니다 那么看一下下面 第一个是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心里默念一下 默念一下他们四个这个单词 那么再去听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效果完全不一样 那么来看一下第二个 正确的 应该是 정答文二本입니다 正确的答案是第二个 很简单了 那么来看一下 下面的第三题到第六题 다음을 듣고 보기와 같이 물음에 맞는 대답을 고르십시오 挑选出正确的答案了 那么看一下这个 보기 운동을 해요 他问你 做运动吗 正确的答案是 第一个 내 운동을 해요 是这样的 那么 아니요 운동이에요 不是运动 내 운동이 아니에요 是的 不是运动 아니요 운동을 좋아요 不喜欢运动 정답은 1번입니다 来看一下 第三题 내 좋아요 是的 是我 내 책이에요 是的 是书 아니요 없어요 不没有 아니요 책 있어요 不 이거 책이에요 再问一下 이거 책이에요 这是书吧 那么回答 정답은 2번 내 책이에요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第二个 是的 是书 来看一下第四个 내 많아요 是的 很多 내 없어요 是的 没有 아니요 있어요 不 不 有 然后 아니요 안 좋아요 不 什么呀 不好 那么是这样的 那么看一下第四个 它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哪一个呢 사람이 많아요 再问一下 사람이 많아요 正确答案是第一个 人多吗 多 是这样的 정답은 1번입니다 那么前面的这几个部分都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只要什么呀 认真去听的话 我估计大家不会失分的 那么看一下第1个 세 명이에요 三个人 한국 사람이에요 是韩国人 내 가족을 만나요 是的 去见什么呀 家人 아니요 친구예요 不是朋友 那么这样的话 第五题 가족이 몇 명이에요 再说一遍 가족이 몇 명이에요 他问你 家人有几个 是吧 多少啊 三名 正确的 应该是第1个 1번입니다 第6个 내 없어요 是的 没有 내 읽을 거예요 是的 会どう 아니요 안 해요 不 不做 아니요 안 읽었어요 不 没 那么来看一下 他到底 完了什么呢 오늘 신문을 읽었어요 오늘 신문을 읽었어요 今天 오늘 신문에 这个字 要回答 正确的 应该是第4个 아니요 아니 不是 不 没读 好 那么来看一下 第4个 不是第4个了 应该第7个 第7到第8个 没关系 对不起 신뢰합니다 失礼합니다 然后 축하합니다 축하합니다 축하하니 啊 那么 不기 2번입니다 看一下第7个 네 좋아합니다 是的 喜欢 네 반갑습니다 见到你很高兴 네 부탁합니다 那就拜托了 下面 네 고맙습니다 是的 很感谢 是吧 那在 在第7题里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的内容是什么呢 여기 앉으세요 再说一遍 여기 앉으세요 请坐到这里 是吧 请坐到这里 他会说什么呢 啊 当然是感谢了 正确的 应该是第4个 第8个 네 감사합니다 还是表示感谢 然后下一个 第二个呢 是 是的 帮我换一下吧 아니요 잠깐 나가셨습니다 没有 他怎么样 稍微怎么样 出去了一会儿 是这个意思 然后下面 아니요 김 선생님이 아닙니다 不 不是 金老师 那么来看一下 第8个 他问 여기 김 선생님 계십니까 再说一遍 여기 김 선생님 계십니까 他是问问一下 问一下这里 金老师在不在呢 然后看一下 正确答案 应该是第几个呀 第三个 아니요 잠깐 나가셨습니다 不 怎么样啊 他出去了一会儿 是这样的 好 那么继续来看一下 第9题到第11题 第9题到问 무엇에 대해 代表 那么下面呢 是关于什么样的内容 和佛吉一样 请挑选出正确的 好那么看一下佛吉了 몇歳이에요 몇歳是几岁了 然后下面说 20歳이에요 是20岁 这是关于什么的内容啊 当然是年纪 哪里 是吧 那么下一个 时间时间 名字 然后天气 天气 正确的案应该是第一个 重答은1번입니다 자 계속해서9번第9题 나라 나라 나라是什么 国家是吧 운동 운동 运动 과일 과일 水果 然后 가방 书包 是吧 好看一下9번 남자 是这个男的说呀 집에 사과가 있어요 여자 아니요 배만 있어요 在这里最重要的两个单词 就是 사과 还有一个是 베 사과是什么呀 苹果 베 是梨 那这样的话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是这个 과일 과일 是吧 就是水果的意思 好 那么看一下下面 第一个是 cup cup 是什么呀 价格的意思 是吧 好 我们来写一下吧 价格的意思 那么 good 是花的意思 对吧 经过很简单了 是朋友 是吧 음식 饮食 饮食 好 那么来看一下 西本 有咋 这个女的说呀 难得回答 八万원이에요 那他们这个 骨头皮鞋多少钱 然后说八万块钱 在这里最重要的 就是什么呀 八万원이에요 八万是八万块钱 他当然是说什么呀 说这个皮鞋的价格了 那正确答案是第一题 是吧 好 看一下 十一题 三文 理由 趣味 兴趣 爱好 还有 색깔 颜色 요일 是什么呀 是兴趣的意思 是吧 그러면 十一 번 여자 女的说呀 说 무슨 색을 좋아해요 难得说 저는 저는 파란색을 좋아해요 我喜欢蓝色 在这里最重要的 两个单词 就是 파란색 색 무슨 색 색 색 是什么 颜色的意思 是吧 那么正确的 应该是 三 번 색깔 색깔 也是颜色的意思 颜色 好 那么看一下 第十二到十四 여기는 어디입니까 这里是哪里呢 也就是说 进行对话的 场所是在哪里 好 和 보기一样 알맞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请挑选出 正确的 好 那么来看一下 보기 首先 뭘 찾으세요 你在找什么 是吧 바지를 하나 사고 싶은데요 想买一条裤子 然后看一下 正确的 应该是第四个 옷가게 是卖衣服的地方 약국 是什么 药店 수영장 游泳馆 游泳场 然后下面说 还有一个是hotel hotel是哪里 饭店 好 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 是 극장 극장 是剧场 汉字词 剧场 那么下面呢 平安是哪里 平安是医院的意思 医院 病院 那么下面 회사 公司 식당 是饭店 来看一下 남자先问 여기는 뭐가 맛있어요 여기는 뭐가 맛있어요 불고기가 맛있어요 他问这里 什么好吃 然后这个女的回答说 불고기가 맛있어요 불고기 是什么呢 烤肉 对吧 那么这一对话 是在哪里呢 当然是哪里 饭店了 是吧 식당 입니다 很简单 大家不要有压力 很简单的 放松去听 不要紧张 好 那么看一下 第十三 十三 第一个 所层 所层是什么 书店的意思 书店 是吧 公文 公园 우체국 邮局 백화점 百货店 也就是说 百货商店的意思 那么来看一下 十三 번 他说的 女的先问 우표 한张 주세요 男的说 여기 있습니다 220 本입니다 우표 한张 주세요 在这里 最重要的是 这一个 单词 우표 우표 是什么呀 有 票 是吧 우표 한张 请给我 一张 邮票 然后 男的说 在这儿呢 是220块钱 嗯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正确的 应该是 哪里呀 第三个 油局了 是吧 好 那么来看一下 第十四个 第一个是 银行 第二个是 机场 第三个是 旅行社 第四个是 图书馆 好了 看一下 第十四个 他说什么呀 这个男的先问 저 저 돈도 바꾸고 통장도 하나 만들고 싶은데 어디로 가야 합니까 你的说 제가 도와드리겠습니다 이쪽으로 好 那么来看一下 이거는 这是从十二题 到十四题 十二번부터 十四번까지 니다 好 来看一下 第十五到十七题 다음 대화를 듣고 알맞은 그림을 고르십시오 请听下来的对话 然后挑选出正确的图片 看一下 第一个图片 이 남자는 이번 휴가에 무엇을 할 겁니까 这个男的 在这次的休假 他打算 做什么呢 第一个 这是哪里呀 海边了是吧 第二个 爬山 第三个是图书馆 第四个呢 踢足球 축구 를 타다 是不是这样呢 好 那么来看一下 第十五题 女的说呀 이번 휴가에 뭐 할 거예요 男的说 친구와 같이 바다에 갈 거예요 很简单了 친구와 같이 和朋友一起 바다 是哪里呢 是海 那么再正 这样的话 正确答应该是 一 번 好 那么看一下 第十六题吧 看十六题的图片 是什么 这个女的 好像是不舒服 是吧 那么看一下 她不舒服的部位 到底是哪里呢 第一个是肚子 肚子是什么 ペ ペ 是吧 第二个 头疼 头疼 머리가 없다 머리 第三个 感觉她好像是牙疼 是吧 牙是什么呢 意 牙 然后这个是腿 腿 或者呢 它就是腿了 腿是什么 腿 是吧 好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个女的到底 哪里不舒服 男的先说 어디 아파요 女的说 这个图片里面 他写的唯一的 韩国字 也就是唯一的文字 是什么呢 平文 这个也是平文 也就是说 你看一下 他们两个在十字路口 在进行这个交流对话 是吧 也就是说 一定要看一下 我这个呢 他要找的这个花店 是以这个医院为基准的 那么你看一下 这个医院为基准的话 一个是在右侧 一个是在左侧 也就是说 在这里 你只要听懂什么呀 欧人走 右侧 或者是远走 你已经答对一半了 是不是 好 那么来看一下 第十七 남자说的 실례지만 꽃집이 어디예요 他问这个花店在哪里 好 仔细听 저기 사거리에서 오른쪽으로 가면 큰 병원이 있어요 꽃집은 그 병원 맞은편에 있어요 감사합니다 再说一遍 저기 사거리에서 사거리에서 오른쪽으로 가면 往右走的话 오른쪽으로 가면 큰 병원이 있어요 有很大的医院 꽃집은 그 병원 맞은편에 있어요 맞은편 맞은편 是什么意思呢 经常会出现的 是不是 맞은편 对面 是吧 也就是说 这个花店 是在医院的 对面 也就是说 正确答案 应该是哪一个呢 2번 在这里 一定要记住的就是 一个是 一个是 맞은편 一个是 오른쪽 오른쪽 好 那么这个呢 是找花店的 那么来看 下面的一道题吧 是 18到22题 다음을 듣고 听下列的对话 然后 보기와 같이 和对话内容 一样 같은 것을 고르십시오 请挑战出 什么呀 一样的内容 那么来看一下 보기 어디에 가요 약국에 가요 去哪里呀 去要店 那么正确答案 他已经给你表好了 정답은 2번입니다 여자는 약국에 갑니다 这个女的 去哪里呀 去要店了 好 那么来看一下 第18题 남자는 학생입니다 这个男的是 学生 여자는 학교에 다닙니다 这个女的 在上学呢 好 남자는 한국어를 가르칩니다 这个男的 在教什么呀 教韩国语 还有 여자는 한국어를 공부합니다 这个女的 在学习什么呀 学习韩国语了 那么来看一下 18번 对话 这个男的 先说呀 지금 한국어를 공부해요 你的说 네 한국 한국 친구한테서 한국어를 배워요 아 한국 친구한테서 한국어를 배워요 从 한국 朋友 那里 学习什么呀 学习韩国语 是吧 好 那么 这样的话 正确答案 应该是 第4个 여자는 한국어를 공부합니다 你的 在学习 韩国语 正确答案 应该是 第4个了 好 那么来看一下 第19题 第19题的 第1个选项 여자는 버스를 좋아합니다 这个女的 喜欢什么呀 喜欢这个巴士 也就是说 喜欢大巴 두 사람은 버스 안해습니다 这两个人 在哪里呢 在大巴 也就是说 在公交车的 里面 那么 두 사람은 기아철을 탁 겁니다 这两个人 将会坐什么呀 地铁 지금 길이 복잡하지 않습니다 那么 好 那么来看一下 第17号 여자 女的 先说 说呀 버스를 타고 갈까요 지하철을 타고 갈까요 남자 男的 说呀 지금은 길이 복잡해요 지하철을 탑시다 네 좋아요 在这里 最重要的 一个就是 지금은 길이 복잡해요 现在 路 比较 용지 지하철 탑시다 请 坐什么呀 我们一起 坐什么呀 地铁吧 然后 你就说 네 좋아요 好 答应他了 是吧 那这样的话 正确的 应该是 3번 두 사람은 지하철 탑 겁니다 这两个人 将会 坐什么呀 坐地铁了 자 계속해서 继续看一下 第二诗题 내일은 여자 어머니의 생신입니다 明天呢 是这个女孩子的 妈妈的 생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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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신的话 是什么的 생일的 什么呀 생일的 敬語 생신 생신 那么 明天呢 是什么 这个女的 她妈妈的 什么呀 生日 这个意思 好 那么 看一下 下面 남자는 어머니께 시계를 선물할 겁니다 这个男的 将会 给妈妈 买什么样的 礼物呢 买什么样 买手表 是吧 好 那么看一下 3 남자는 어머니 생신 선물을 사려고 합니다 这个男的 打算 买 妈妈的 생日 礼物 下面 昨年에 사드렸어요 다른 건 없을까요? 여자 그럼 화장품이 어때요? 是这样的一属对话 那么再来看一下 这个男的说呀 내일이 어머니 생신인데 明天是妈妈的生日 어떤 선물을 사는 게 좋을까요? 아이什么样的利物会比较好呢? 那么你都说 시계를 사드리는 게 어때요? 手表怎么样呢? 然后男的说呀 시계는 작년에 사드렸어요 다른 건 없을까요? 这个手表 我什么时候 我去年已经给他买了 有没有别的呢? 那么这个女的说 그럼 화장품이 어때요? 那么 화장품怎么样呢? 好 那么来看一下20题 正确答应应该是哪一个 应该是第三个 男자는 어머니 생신 선물을 사려고 합니다 这个男的打算买 妈妈的生日礼物 是不是这样 然后呢 再问这个女的 给妈妈买生日礼物 什么样的会比较好 是这样的一组 对话内容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是20题 20本 继续来看一下21题吧 주말에는 빈방이 없습니다 周末的时候 빈방 빈방是什么意思呢? 是空的 屋子 空的房间 周末是没有空房的 然后下面 남자는 침대 방을 싫어합니다 这个男的呢 不喜欢什么呀? 不喜欢 침대 不喜欢有这个 床铺的 这样的房间 남자는 목요일에 호텔에 갈 겁니다 这个男的 星期四的时候 将去哪里呀? 将去这个 호텔 호텔 자 4번 남자는 아이를 데리고 호텔에 갈 겁니다 这个男的呢 将会带着孩子 去哪里呀? 去 호텔 这个 去饭店 也就是说 去这个 这个宾馆了 那么看一下21题 是什么样的内容 女的 首先这个 女的接的电话 제주 호텔입니다 남자说 이번 주말에 방이 있습니까? 这个周末 有屋子吗? 有房间吗? 네 있습니다 모두 몇 분이십니까? 一共是几位呢? 然后他说 这个男的说 어른 두 명과 아이 한 명입니다 是两个大人 和一个小孩子 침대방으로 예약해 주십시오 请预定一下 什么呀? 침대방 有什么呀? 有这个床铺的 房间吗? 然后女的说 네 알겠습니다 是的 好的 好 21번 21题 正确的 应该是 남자는 아이를 데리고 호텔에 갈 겁니다 这个男的将会 怎么样啊? 带着孩子 去哪儿呢? 去这个宾馆 好 22번 회의 장소가 바뀌었습니다 开会的场所 有变动了 내일 회의 시간은 오후 7시입니다 明天开会 时间是下午 3시 여자는 한국 무역에 전화를 걸었습니다 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 给哪里呀? 한국 무역 就是韩国 貿易部 打了电话 第四个 김영수 这个人 现在 在接电话 전화를 받고 있습니다 那么来看一下 是关于什么样的 内容了 22번 这个女的 说呀 여보세요 김영수 씨 계십니까? 남자 김영수 씨는 지금 자리에 안 계십니다 여자 그럼 메모 좀 남겨 주세요 저는 한국 무역 이미 정 입니다 내일 회의 시간이 3시로 바뀌었습니다 꼭 전해주세요 아 是这样的 那么正确 答案是哪 一个呢 是第二个 是吧 내일 회의 시간은 怎么样 3시로 바뀌었습니다 换到什么样 换到 三点 了 请 转告 一下 是这个意思 是吧 那么再来看一下 김영수 씨는 지금 자리에 안 계십니다 김영수 不在位 然后说 그럼 这个女的 说了 그럼 메모 좀 남겨 주세요 那你 帮我 什么 要 传达 一下 是这个意思 메모 남기다 是 帮我 记录一下 那么 看一下 然后 他说呀 한국 무역 意 미 정 我是 韩国 貿易 意 미 정 然后 说 내일 회의 시간이 3 时 로 바뀌었습니다 꼭 전해주세요 明天的 회의 时间 改为 3 点 了 拜托 拜托 一定要 怎么样 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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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看一下 然后,你喝一杯咖啡吗 然后,你说 不,没关系,我刚刚喝完 然后,男的说, 그럼, 주스는 어떠세요 那么,果汁怎么样呢 女的说, 네, 좋아요 很好 那这样的话,正确答案应该是第一个 女的打算喝什么呀 喝这个果汁了,是吧 好,看一下24번 这个女的喜欢什么呀 水果和蛋糕 남자는 한국 친구 집에 처음 갑니다 在这里 男的呢是第一次去哪里 去韩国朋友的家 男的呢 女的에게 케이크를 줄 겁니다 男的呢会给什么呀 这个女的 케이크 男的会给蛋糕是吧 食材が 끝나면 어른보다 먼저 일어나야 합니다 食材が 끝나的是 吃完饭之后 要比什么呀 这个长辈先起来 也就是说先离开 哪里呀 先离开餐桌 这个意思 那么不管这个内容说的是什么 这一个是错误的 是不是 那个韩国啊 在韩国的这个风俗里面啊 是这个客人啊 是不可以比主人怎么样啊 先台辟会 就是说先离开餐桌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第四个呢 不管啊 是这个内容上就已经错误的 他不可以把这个作为正确答案了 是吧 好那么来看一下二十四题 他到底说的是什么 남자 男的先说 제가 한국 친구 집에 처음 가는데 어떤 선물을 가지고 가는 게 좋아요 女的说 과일이나 케이크 같은 것이 좋아요 남자 집에 친구의 부모님이 계시는데 특별히 조심해야 할 것이 있어요 이래说 식사를 할 때는 어른보다 먼저 먹으면 안 돼요 그리고 식사 후에도 어른보다 먼저 일어나지 않는 게 좋아요 네 알겠습니다 고마워요 아 아 아 是这样的一组 对话 是吧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翻译一下吧 这个男的首先说呀 제가 한국 친구 집에 가는데 어떤 선물을 가지고 가는 게 좋아요 他说 什么呀 워낙 한국 친구 집에 한국朋友家 처음 가는데 第一次去 那么 워낙 什么 이유 会 比较 好呢 여자说 과일이나 케이크 같은 것이 좋아요 水果 或者 蛋糕 에이 들리 都会 比较好 남자说 집에 친구의 부모님이 계시는데 특별히 조심해야 할 것이 있어요 家里 有谁呀 有朋友的 父母在 那么 有没有 特别 要 小心 的 事情呢 여자 女的说 식사를 할 때는 어른보다 먼저 먹으면 안 돼요 那么 吃饭的时候 不能比 谁呀 不能比 장비 先拿 筷子 先吃 是这个意思 그리고 식사 후에도 还有 在吃完饭 之后呢 어른보다 먼저 일어나 지 않는 게 좋아요 最好呢 是什么呀 不要比 장비 先 离开 餐桌 네 알겠습니다 고마워요 那么 这样的话 正确答案 应该是 第几个呢 是第二个 처음 갑니다 在这里 第一句 他就说了 제가 한국 친구 집에 처음 가는데 这样的话 정답은 正确答案 정답은 2번입니다 1번 正确答案 是第二题了 好 那么来看一下 25题到26题 那么从25题呢 我再次强调一遍 从25题是什么呢 是一个题 有 不是一个题 一个对话 一组对话 有两道题 有两个问 一定要看清楚了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个女的为什么打电话 第一个 사과하려고 他要怎么样 要道歉 第二个呢 인사하려고 要什么样 要问候 是吧 那么第三个 还有 이사하려고 이사是什么 搬家 要搬家 那么第四个 초대하려고 초대是招待 也就是说 请客的意思 好 看一下26题 들은 내용과 같은 것은 무엇입니까 和我们听到的内容 相似的是哪一个呢 第一个 여자는 백화점에서 일합니다 女的在哪里 在白后 商店工作 第二个 여자는 내일 남자를 만날 겁니다 女的 明天 将会见谁 要见这个男的 那么还有第三个 남자는 얼마 전에 이사를 했습니다 这个男的 在不久之前 搬家了 남자는 이번 주 수요일에 시간이 없습니다 这个男的 这周 怎么样 这周 星期三的时候 是没有时间的 好 那么来看一下吧 25到26题 是什么样的 内容 是男女 对话 这个女的 先说呀 민수 씨 이번 주 수요일에 시간이 있어요 얼마 전에 이사를 했는데 친구들과 파티를 하려고요 남자 네 좋아요 몇 시에 어디로 가면 돼요 여자 6시에 저희 집으로 오세요 남자 그런데 집이 어디예요 여자 서울 백화점 근처예요 내일 만나서 자세히 알려드릴게요 好 我们前来 翻译一下 민수 씨 就是叫 민수 这个人 이번 주 수요일에 시간이 있어요 这周 星期三 你有时间吗 얼마 전에 이사를 했는데 친구들과 파티를 하려고요 在前不久 刚刚搬家 所以 想跟朋友们 一起 怎么样 开个 파티 남자 这个男的 说 네 좋아요 很好 몇 시에 어디로 가면 돼요 지 뎀 쥬 나리나 6시에 저희 집으로 오세요 6 뎀 的时候 칭 다 우리 자리 와봐 남자 그런데 집이 어디예요 아 너 님 자 데 나리나 여자 서울 백화점 근처예요 시나리아 서울 백화 뎀 부진 내일 만나서 자세히 알려드릴게요 내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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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고맙요 그럼 25 뎀 님 님 뎀 님 4 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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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닭 자리 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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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내일 남자를 만날 겁니다 这样的话呢应该是第二个 是不是 为什么呢 他说呀最后一句说 내일 만나서 자세히 알려드릴게요 정답은 2번 第二个是不是这样呢 好那么来看一下第27到28题 那么通常这个27到28题呢 都是什么呀 都是一个人在说 一个人在说的这个东西 那么来看一下 说的这个内容呢 是关于什么的 好第一个 月初을 계획하고 있습니다 再计划要怎么样 要外出 第二个 날씨를 알려주고 있습니다 再告诉你天气 계절을 소개하고 있습니다 再介绍什么呀 季节 주말 여행을 안내하고 있습니다 再做向导 什么样的向导呢 주말 여행 주말 여행是什么 周末旅行 为周末旅行进行向导 好那么看一下第28个 들은 내용과 같은 것은 무엇입니까 和我们听到的内容相符的是什么呢 那么来看一下第一个 오늘은 토요일입니다 今天是星期六 第二个 내일은 우산을 가져가야 합니다 明天呢 明天呢 可要带伞了 是这个意思啊 要带伞 应该带伞 第三个 토요일 낮에는 조금 더울 겁니다 星期六的早上 会怎么样啊 不是早上了 是白天啊 星期六的白天呢 조금 더울 겁니다 会有一点热的 第四个 주말에는 바람이 많이 불 겁니다 周末的时候 将会什么呀 刮很多风 也就是说 刮很大的风 好 那么从这些内容啊 特别是27到28题 有一个这个解题的窍门啊 大家可以从第28题的 这些选项当中 找出27题的正确答案 为什么呢 大家来看一下 除了第一个之外 他都说的是什么呀 내일은 우산을 가져갈 겁니다 가져가야 합니다 要拿 유산 토요일 낮에는 조금 더울 겁니다 덥다 是热的意思 是吧 주말에는 바람이 많이 붑니다 바람이 많이 붑니다 바람是什么呢 刮风 那么可以从这几个单词里面 大家可以感觉到 说的这个内容是关于什么的呀 关于什么呢 关于天气 是不是 那么来看一下27题的答案 27题的答案 在这里有没有关于天气的答案呢 是这个 也就是说 就算我不听 就算我不听这一题 是什么 题的内容我不听 只要是看28题的这些选项 我就能选出什么呀 这个27题 就是说这篇文章 它是对于什么呀 对于这个天气的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对于天气的 这个内容呢 好 现在就是一个人说 是不是关于天气呢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很简单 很轻松 对于这个27T的正确答 我们已经选好了 那么就算28T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 边读边翻译 금요일인 오늘 오전에는 흐리고 바람이 불겠습니다 那么星期五的 今天上午 怎么样啊 흐리다 흐리다是今天了是吧 바람이 불겠습니다 会过风 그리고 오후부터는 然后呢 从下午开始呢 비가 많이 내리겠습니다 会下很多雨 외출하실 분들은 우산을 꼭 준비하십시오 如果需要外出的这些朋友们呢 你们一定要带傘 是这个意思 하지만 但是 주말인 내일 오전에는 맑겠습니다 周末 但明天上午 将会是晴天 그리고 낮에는 조금 덥겠습니다 然后呢 白天会比较热 놀러 가실 분들은 이번 주말에 가셔도 좋겠습니다 如果出去旅行的朋友们呢 可以选择 这一周的周末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哪一个呢 第三个是吧 토요일 낮에는 조금 덥겠습니다 토요일 낮에는 조금 덥겠습니다 是这样的 因为他说 今天是星期五 然后说 明天的上午呢 将会怎么样啊 将会是晴天 然后天气也会比较热的 那么明天是 星期几啊 当然是星期六 토요일 好 那么来看一下 二十九题到三十题 再坚持一下 最后一题了啊 好 这个女的啊 这个女孩子 她是在什么样啊 说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啊 那么在这里呢 韩国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么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说你居住到主人的家里 然后呢 和主人一起吃饭 是这个意思 生活都在一起啊 那么看一下 第一个 哈宿집的食饭时间 那么翻译过来呢 应该怎么说呢 还是说这个宿舍吧 那么这个宿舍的 食饭吃饭的时间 哈宿집을 구하는 방법 也就是说 找这个哈宿집的方法 哈宿집과寄宿사의 다른 점 这个哈宿집和我们的这个宿舍 它俩的不同的点是什么 哈宿집의 좋은 점과 나쁜 점 哈宿집的好处 也就是说 长处和短处是什么 好 那么看一下 들은 내용과 같은 것은 뭐 시니까 같은 거 是相同的 也就是让你找出什么样 和听到的内容相符的 是什么 여자는 밤마다 음악을 듣습니다 这个女的 밤마다 每天晚上都在听什么呀 都在听音乐 是吧 然后 여자는 요즘 음식을 안 만듭니다 这个女的最近不做什么呀 不做食物了 也就是说不做饭了 第三个 여자는 남자와 같은 곳에서 삽니다 这个男的 这个女的和这个男的怎么样 在一起生活 같은 곳是一样的地方的意思 然后哈宿집에는 샤워실이 여러 개 있습니다 哈宿집有什么呀 好几个 여러 개 好几个 什么呀 샤워실 洗澡的地方 冲량的地方 那么来看一下 从29题 这个男的先问 지금 살고 있는哈宿집은 마음에 들어요 여자 네 방도 깨끗하고 하宿집 아주머니도 아주 친절하세요 그리고 음식을 안 만들어도 돼서 정말 편해요 맛있는 한국 음식도 매일 먹을 수 있고요 남자 불편한 점은 없어요 여자 샤워실이 하나밖에 없어서 좀 불편해요 그리고 가끔 옆방의 음악소리가 너무 커서 잠을 못 잘 때가 있어요 那这样的话 大家是不是可以判断了呢 在这里 他主要说的是什么呀 哈宿집의 좋은 점과 나쁜 점 是在说 他的优点和 缺点 是吧 长短处 那么来看一下 三十题 和他内容相符的是什么 我们再来听一遍吧 首先 这个男的说呀 지금 살고 있는 哈宿집은 마음에 들어요 你说 你现在住的 这个哈宿집 怎么样 还称心吗 然后 女的说 네 방도 깨끗하고 哈宿집 아주 뭐니도 아주 친절하세요 是的 屋子也很干净 然后呢 哈宿집的 这个大婶 也是非常的亲切的 还有 그리고 음식을 안 만들어도 돼서 정말 편해요 还有就是什么呀 因为 不用做什么呀 不用做饭菜 所以呢 非常的 편하다 非常的舒服 맛있는 한국 음식도 매일 먹을 수 있고요 맛있는好吃的 한국料理 我也能怎么样 天天去吃 是吧 불편한 점은 없어요 没有什么 不方便的地方嘛 然后 女的说 음 他想了一会儿 샤워실이 하나밖에 없어서 좀 불편해요 因为什么呀 只有一个 洗澡 就是 洗澡的地方 所以呢 有点不方便 然后 还有就是 그리고 가끔 옆방의 음악소리가 너무 커서 잠을 못잘 때가 있어요 偶尔呢 是 링 우 옆방 是 링 우 링 우的 음악소리 音乐声 太大了 所以呢 有的时候 怎么样 是睡不好觉 睡不着觉 那么在这里 正确答案 三十本 三十题的 正确答案 应该是 哪一个呢 第二个 요 자는 요즘 음식을 안 만드니다 这个女的 最近怎么样 不做饭了 这是非常好的 是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听力 初集十三回 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听 我们的第十二回 好 再见